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今天非常感谢华为哲市长接受我们欢迎新闻的专访 我们都知道南部的太阳热情温暖就跟台南给外界的印象是一样的 那在这充满人情味的城市执政即将满了三年 想要请问一下华为哲市长会给自己打几个分数呢 那另外就是您在任期这段期间最自豪跟感到最挫折的事情 分别是什么 其实您刚提到的南部人的确是比较朴实 比较故意 比较人情味比较暖 这个是真的 所以坦白讲我从回归到这个回到故乡 当然是行政首长 市长以来 虽然市政是更忙 但是我总觉得让我感觉回到自己的故乡服务真好 那说到打分数 坦白讲就有点伤感情 那我是一定要自己绿集要延一点嘛 所以我当一周年两周年到即将满三周年的时候 我自己的话我都打七十分 就是表示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团队呢都打八十五分 团队的不管是首长局处长或者是主管 或者是一般继承的公务员 其实他们都非常努力 虽然每个人在不同的位置上负的责任是不一样 但是我相信他们都是非常努力 所以我给我的团队很高的评价 但是我自己我觉得毕竟第一次当市长 那虽然我们有些客观的数据 说比如说做民调啦 这是媒体的民调啦 还给我们不错的成绩 但是我觉得对我自己而言 还可以更好 还可以更好就更好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说到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就会让我们联想到台湾的防疫 那眼下大家最关心的防疫呢 其实前段时间台湾在五月下旬的时候 疫情是相当严重的 那到最近开始有比较好的管控了 那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相当的不容易 那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要守住在这个全球燃烧的这个DOTA的变种病毒 那我想知道台南市府在这方面有哪一些防疫的部署 事实上是这样子了 在防疫的部分不容易独善其身 尤其台湾是一个小生活 就是说非常人口密集的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把台南要做得好 要放在全台湾的架构下 回答您的问题说 我觉得台南市如何做得更好 我就觉得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台湾已经有五十几天加龄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一点都不能够松懈 就是严格的查查 对于一些不遵守防疫规定的 对于一些心存侥幸的 对于一些没关系的 那我们也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这是严格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是比较健康的部分 我们对于一些正常的活动 我会依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可以开放的行业 只要他们遵守防疫规定 我们就支持他们 那说到防疫 我们的线上学习 教育局的线上学习 就变成全国的开模 当5月19号宣布三级警戒停课的时候 他想到完蛋了 那同学学生的学习怎么办 大家都创在蛋 只有台南市 说不用蛋就可以 每天就可以 线上学习就可以上线 所以造成 总共那段时间到7月2日为止 总共有905万 点阅次数 905万 这部分我们都是在全国里面都算最早做的 有赖于高效率的行政团队 那很愿意支持我们的一些市民朋友跟商家们 能够成就一些好的 还有一些老师 能够成就一些好的防疫成果 提到小吃这个部分 台南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第一名的城市 相信台南说第二应该其他地方都不敢认第一了 那市长你本身也是一个在地的吃货 吃货 对没错 那大力推广呢 好像来美食啦 对那还被取了这个全堂市长的这个外号 非常可爱非常接地气 那台南 要如何用美食来结合行销 把小吃升级为一种文化的标签 我们台南叫做全堂城市 我们叫全堂市长 其实看我的身材 其实我以前是跟你一样瘦的 但是 但是当时 东西太好吃了 对东西太好吃了 当然市长以来 我喜欢试吃 像我自己本来就喜欢吃 那台南的美食怎么样子去让更多人知道 最后它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怎么样让它升级 那我觉得其实在很多方面可以做 第一个支付的 在防疫的效果上 叫电子支付 我们要做到 那你可以想到想到在台南这种古都 或是这欧巴桑或阿伯 他是不会用电子支付 那我们慢慢对从年轻人开始 年轻的商家开始 或者说他比较 比较可以接受新管理的商家开始 慢慢在做 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而且它有防疫上的意义 所以我们借着这个疫情 来一方面补助他们 一方面推动这个 另外一方面 小时我们慢慢在做一些 加强它的卫生管理 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 第一个 用一些什么过去一场 以前在被掌握的有时候 地下游行 地沟游那类的 我们绝对是要要求 那要求它这个食品履历 它是用哪里的猪肉 哪里的这个部分 生产履历都要弄很好 然后这个食安做好 所以它就会变成成就一个 就是说又安全又好吃的 就是这个部分是我们 要希望说让我们商家 借着这次疫情 能够蹲下在乐器 能够越上更进一步 我们在这里搭建的一个赴城 也是就是每一个你所看到的细节 每一间店面 台湾的招牌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有考究 你在现场看会觉得非常震撼 那其实不只是吃跟旅游 台南近几年呢 也非常积极地 那透过影视来做城市行销 像是2020年金马奖大货 大放异彩的这个《孤渭》 还有影集这个《孙女养神记》 再到最近很红的《斯卡罗》 那其实都有来台南做取景 还有一个 是 想见你 想见你 对 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爱情剧 那影视观光这一块 是否在这边扮演什么角色 你推动 另外还有一个 我的婆婆怎么这么可爱 市长真的看了很多 都是在台南 那除了金马奖之外 除了金钟奖之外 我们还有蛮多的 像最近的金曲奖 金曲奖的好几位歌手 歌王歌后 都是来自台南 曹耀文 新的歌王 淡堡也是 淡堡也是 也是台南人 更不用铁鱼板 他把他早就成名了 那 所以呢 其实我们怎么样 我们会努力去思考 把这个台南的文化的软实力 包括台南市集的一些各方面的人才 他在外面发光发热 当然我们不是人家发光发热 我们在想要蹭人家嘛 我们是说 在他发光发热的轨迹里面 有台南参与的一部分 刚提到顾薇 或是在台南拍摄的 他来台南拍摄的时候 不管是电影或是电视剧 不管是大和剧 或是小品剧 我们都很希望说 能够提供一些协助 能够让他 能够再感觉 所以来台南拍摄 或来台南取材 取景的时候 他会觉得很舒服 很smooth 结果这就是台南 一方面人情味 一方面是让人觉得很喜欢的地方 确实 欢迎这些影视作品 可以让台南变得更有故事性 是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一段广告 稍后回来呢 请韦哲市长 来跟我们分享 将台南打造为 文化科技城的愿景 台南这边土地 蕴含历史 也拥抱创新 近年来积极推动 古都新智慧 包含南部科学园区 以及我目前所在的 沙伦智慧绿能科学城 都被视为 是带动台南科技转型的 重点项目 拼经济找商机 是所有地方首长 都非常重视的这个市政重点 那除了有台积电 为首的这个南科公民店 那其他像是食品啦 汽车 船产等各行各业 近几年呢 也都非常乐意 来台南插旗来设定 那市府的招商影子 是如何帮助 大台南的竞争力 提升就业的机会 其实是这样子的 一个企业来 选择一个城市 选择一个地点 投资 在商言商来讲 人情是很少的 他即便可能感情 交情跟你不错 但是如果你的条件不行 就是不行 因为谁要拿他的辛苦的血本 去跟你博啊 所以说 这点我觉得是 在台南市 我们很谢谢 这些企业家 不管是高科技的 不管是传产 甚至不管是服务业 他们会选择台南 因为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刚刚提到 所以如果你条件不好的话 你去求人家 人家不见得回来 那举个例子来说 台南拥有全台湾最好的日照 日照时数 不是在台北 不是在屏东 在台南 那全年度的日照时数 是全台湾最强 最长的 所以我们给了 老天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来发展绿能 说到绿能 台南就是不能够被忽略 被舍弃的 台南目前为止 有全国最高的 屋顶型的太阳能的 这个建制容量 也是台南 也是全国最多的 地面型光电的建制容量 这不是我拿来 喜欢拿来说嘴 也不 我不需要说嘴 但是台南 因为有这样的 一个好的条件 加上国家 未来的 整体发展的需要 就变成它造就了很多人 愿意来这边投资 那投资 我觉得其实 投资是好事 发展绿能也是应该 不管是护国神山 或是绿能产业 还有AI 还有将来的自驾车 在台南都有非常好的根底 所以我们是非常看好的台南 我们常说一个城市 投资热不热络 机会多不多 是否吸引外流人口的一路呢 看当地的建案推量 跟销售就知道了 那台南像刚市长提到的 这个护国神山的加持下 其实周围已经开始 有创造所谓的磁吸效益 那市长你有寄出 什么样的吸引力 的规划跟配套 那让高科技人才 或是其他的专业人才 都会选择来到台南来出的 这个部分坦白讲 有些东西是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譬如说 我们很喜欢 很希望更多的高科技人口 更多的高收入 中产阶级以上的人 更多的专业人士来到台南 但是因为他们来了 那相对也 除了制造周边的繁荣之外 也相对抬高了地价 虽然我们的房价 比起其他都来讲还算便宜 但是我们还是非常非常警觉 我们不希望我们房价涨太多 那这样子在供需的方面 我们还需要做一些更多的努力 在这二十年来台南 是有非常大幅度的进步 你可以看到竹科已经是相当成熟 虽然竹科刚开始的时候 也不是那么成熟 你看到中科 它离市区不远 所以说它是OK的 可是南科是完全在一个 甘蔗田里面长出来的一个科学圆区 所以它万事都是要起头难 都是要从零开始 不管它的学校 不管它的医院 不管它的生活的一些机能的方法 包括购物中心 包括娱乐设施 包括它的一些功能 通通都是要从零开始 这点是我们这二十年来 已经慢慢落实 所以越来越多人 愿意在台南 买房子也好 或者说居住也好 或者说在这边 把居家牵来台南也好 这些都是我们进步的一个例证 市长刚刚有提到 想让产业或是民众 在一个地方安居乐业的生活 水跟电是最基本的要求 不管是民生或是工业都要使用 那今年台湾要学习 在极端气候下的应变之道 因为从上半年 我们这个大干旱 到前阵子 一下子来了好多个台风 一些地方又有淹水 真的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那水资源这个议题 是一个长期抗战的项目 我想知道市长这边 有什么样的想法 当然古有艳雨 古有名艳 许出这个大汉之后 必有大老 真的是在今年 我们都亲眼见证到了 直到5月31号 我们都还想说怎么办 甚至于好几个宫廟 找我们就祈雨了 市长就去拜呀拜呀拜着 去拜托老天下雨 果然下雨了 从5月31号一直到6月5号 一直到7月8月 哇哔哩啪啪 下了好多天的雨 所以在面对这种极端气候的情形 是我们都需要去思考的 在往些年来 老师喜欢把 大家从小都念过大雨治水 跟他的父亲滚的这个故事 围堵跟树岛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 围堵也要 疏导也要 那台南很谢谢我们历任的市长 还有许多中央政府给我们的帮忙 让我们的这个台南的这个水患的情形 治水已经有一些小小的成果 那台南大概 因为它是一个很多地方 原来是比较低洼的这个地方浮上的 台南占了全国益淹水地区的33%以上 这三分之一 所以全国有 譬如说有一百平方公里 或是一千平方公里 台南占了三分之一 所以可知我们治水是需要的 但是治水经费一向不够 所以我们即便是做了堤防 做了这个排水 那比起这个设施 比起台北首山之都 或是比起新北 或是北部一些城市来讲 还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还会持续做这样的 更续这样的努力 刚才聊了这么多 从防疫聊到美食 从招商聊到治水 那其实无论是市长你 还是整个市府团队 大家都做了许多努力 当然你本身也非常乐意 听取民间的建议 还有年轻人的声音 那您觉得现在的地方官 要怎么样跟民众 来建立一点建议 我们是选票选出来 所以不管是 当然行人首长 或是民意代表 都需要倾听民意 这是必然的 以前地方官叫父母官 但是基本上父母官 还是有那种威权的概念 我们现在当然是叫公普 让我感觉到起来 越来越有仆人的概念 那表示我成功了 就是说 这个民众 他会觉得他生活上的一些 不顺遂的 或他觉得政府做得不好 他就一律直接怪 市政府为什么做不好 但你要跟他解说 对不起 这是中央的 反正都是 所以当我会学习到说去倾听 当我会学习到说 能够这个很 很有这个 条不问的跟民众解释 而且愿意把它 在很短的时间内 发现问题 然后就赶快去解决问题 我都觉得说 我至少解决了一个问题 你要说公门里好修行 也是这样的道理 有的时候我们帮忙民众解决 除了个别的问题之外 或是集体的问题 能够帮忙他们解决 就觉得对我个人来讲 就是蛮有成就感的 相对的 回应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提到说 你觉得最挫折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当我们发现问题 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是一个成额 或是一个制度面 在短期内 当然在长期面 我们是一步步做 但是短期的时候 没有办法达到民众的需求 而且他的要求的时候 这时候让我们蛮挫折的 有时候在网路上 在这种键盘的背后 有很强的立民性的部分 台湾讲我们是很难 很辛苦的 尤其人还会觉得说 我们已经跟他是不同世代了 当现在坐在键盘上的写手 年轻朋友们 他是时期20岁 甚至30岁以下 而我们是50多岁的人 他在那边骂你 不管用火星文骂你 或是用什么骂你 所以这点是有时候 我们还是试着 要跨越这个世代的鸿沟 能够耐心跟他们解释 因为不管如何 他们都是下一个世代 要来组长这个国家 下一个世代 要来面对未来的 整个台湾的发展的人 所以还是有必要 有这个责任 跟他们好好沟通 感觉市长刚刚的分享 在跟年轻人这一块 新族这一块沟通 还是有一些挑战性的 那其实说到挑战 我们都知道2021年 对于整个台湾或是全世界 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一年 那他已走完了三分之二 那不管是施政的考验 还会持续不断 放眼未来有什么目标 是您期许自己 一定要完成的使命 那下个四年的施政来图 台南要如何继续来成长跟进化 简单一言以蔽之 就是好还要更好 那怎么样好还要更好 就是说我们有 有些东西还做得不好 譬如说招商 已经因为护国神商 因为这个沙伦绿能科技城 已经有奠定下非常好的基础 可是我们不能期待 每个人都是高科技的人 我们每个市民 有各行各业的人 所以我们不仅高科技的人要好 不仅做这个半导体的人要好 做这个绿能的要好 我们也更重要 我们希望做这个传统产业的人 也要做好 也要好 那不管他是做一个小吃店的老板 或者是他是一个祖传秘方的 已经守住他的小店 守了好几十年的这个店主 或者他是一个上班主 我们希望他好 那怎么样子 这样讲法并不空翻 所以说怎么样 要让各行各业的人都能够共好 是市府必须要提出不同 面对不同的挑战 以及面对不同行业的一个因应政策 让民众在需要政府的时候 政府能够出现 那在他希望自己能够好好发展的时候 政府不要成为他的期盼 这点是我们可以努力 而且我觉得应该做的 那我们再把格局从整个市府 拉回到您本人身上 对于我们刚刚谈的这个话题 下一个四年您对您自己的一些想法跟期许 这么说吧 我希望说下个四年 我们会面对第一个台南建成四百年 2024年是台南建成四百年 所以下一个在2024年的时候 不管市长是谁 他都有无可推卸的一个重责大人 让台南被世界看见 至少你要让台南在第一步 让全台湾 台南作为全台湾的第一个城市 他的未来 未来性要被期待 而不是只是让人说 四百年就过了 四百年接下来呢 就四百零一年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会看看四百年 过去台南成为台湾第一个城市 四百年前台南是怎么样国际化 面对大航海时代是怎么样 现在的台南又怎么样 对全世界怎么样开放 借着不管是借由高科技产业的一个桥梁 或借由绿原产业的一个桥梁 或借由说他的一个文化的软实力 而被世界各国的人所认同 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从不同面向来做的 所以在下个四年 我们面对的挑战也好 不是我们想要做的部分也好 就在这里 那这次真的非常谢谢黄伟哲市长 跟我们分享了 对于台南的种种规划 还有愿景 那也期待您带领的市府团队呢 还有我们的市民朋友 能够共同努力之下 让台南有一个华丽的转身 今天非常谢谢市长 谢谢 谢谢 在早些年 有钱人才吃了喜糖 所以说即便是这样 在现在台南留下来的食物偏甜也好 我当然觉得很多东西都蛮甜 这些东西是有历史的 而且大家喜欢吃市糖 不过台南我坦白讲胖子没有那么多 庞尿病也没有那么多 我觉得其实大家还是 还是对于所谓的全堂城市 对大家还是留下一个非常正面的影响